Hello 大家好 我是乌鸦太太 不知不觉2020已经来到了尾声 不知道你们今年过得好吗 我相信2020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都是很特殊的一年 不管是生活 工作 甚至像我们一样在居住地有的改变 对于这一年 曾经唯有过紧张 彷徨 甚至是感到烦躁或不知所措的时候 但是同样的 在这特殊的一年 就算是有些不如意的时刻 但是慢下来的生活步调 除了能更仔细地去体会我的生活片段 也让我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自己 慢下来检视了自己的生活 学习了用新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事物 2020年你的幸福时刻有哪些呢 一起来看看我最喜欢的20个幸福时刻吧 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2020的20个幸福时刻 阳光从窗外斜斜地洒进来的时刻 早上睁开眼 如果有阳光从窗户砸进来 好像今天就会特别好运 做出完美的溏心蛋 咬下去完美熟度的溏心蛋 心里会有一种成功了的喜悦 找到简单生活的动机 想要做的事跟可以努力的动机 接上线的那一瞬间 好像通电一样让人惊喜 早晨的第一杯咖啡 可能是手磨的手冲 方便的江南咖啡 或许是轻便的挂耳 不管哪一种 咖啡的香气总是振奋了我的早晨 跟远方的朋友通话 那些不能见面的日子 在相隔遥远的城市 因为有了电话那一端的陪伴 就像充满电的行动店员 又有迎接明天的动力 看了一本好书 就像交到一个新朋友一样 一本好书常常就像旅行 带我去了新的宇宙环游 上传影片的时候 很多时候其实我都有点紧张 却又有点兴奋的 想跟你们分享 我每周看到的 想到的 然后期待着你们的回应 夏天冰凉的水果饮 视觉跟嗅觉可能比味觉更诱人 还有气泡跟冰块敲到杯子的声音 就像夏天的风铃声一样 只属于夏季 做出新食谱的时候 这是一种很微小 却很踏实的成就感 而这样的成就感 总让我感到安心 看着窗外的树发呆 如果够幸运窗外 刚好有棵树 然后如果更幸运一点 刚好有空闲时间 看着风吹过树叶的样子 那天一定是个好天 买了一把喜欢的菜刀 小心翼翼的从木盒取出菜刀 想象着 接下来要跟它并肩作战的日子 让人特别期待 在舒适的温度 在外面散步 适合散步的日子 不是特别多 温度 天气状况 行程跟心情 全部都配合好的完美日子 应该就是一个好日子 看猫咪吃饭的三分钟 这180秒 总是会让我目不转睛地看着 看完了 总是会发现自己的嘴角上扬 跟家人团聚的日子 没有新奇的行程 或是精心摆盘的餐点 但就像是加糖菜一样 没有太多惊喜 却有着满满的安心舒适 听着雨声待在家里的日子 外面下着雨 在家煮个暖暖的锅煮奶茶 有点邪恶 又有点庆幸的小时光 在家里放空点香风的时候 香气跟空间融合的过程 就像是魔法一样让我着迷 也像是调味料一样 只是多了一点 却很重要 跟朋友团聚吃火锅 一起吃火锅 除了吃饱 更多的是慢慢煮 尽情聊的爽快感 开始启用秋天的泡脚筒 开始变凉的秋叶 第一次把脚踏入热热的泡脚筒 跟中药材的香味 这是季节限定的疗愈时光 尝试新的食材的时候 因为不熟悉 所以有期待 然后看着他们 一步步变成理想中的样子 就算失败 还是因为遇到了 尝试了而觉得有趣 遇到一万个 正在看影片的你们 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拍影片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遇到了你们 每一个订阅 观看 留言 跟按赞 都让我感到很奇妙 也让我发现 陌生跟善意 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转念 谢谢你们 让我在练习简单生活的路上 不觉得孤单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 跟坏消息的一年 也许就是这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 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 然后新的一年 带着更多 探索新事物的可能性 展开一场 为期365天的旅程 你们这一年 有哪些幸福时刻呢 最喜欢的生活片段 又有哪些呢 如果你愿意 也欢迎留言 跟我分享哦 希望你们喜欢 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目的